歡迎大家收看香港VGC冠軍聯盟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說一說 我們的過往這個星期 World Cup對東美 US East的一個戰報 今天就有我Asmond和Ivan 兩個一起跟你說一說 究竟我們這個星期 經歷了什麼的慘況 你看到的名字都知道 每一個名字都是一些名人 明星來的 拍片很多人看的 不像我們 IC冠軍級的那些 所以基本上就算是一場苦戰 究竟我們苦戰成怎樣 嘩 還有一場未截錄 因為太遲打 所以就出不遲 這張也是官網圖 我們贏了兩場 輸了六場 其實呢 說實力 說真的技術性擊倒的場數 應該沒有六場那麼多 但是又有一點運氣的成份 我們又運一下 別人又運一下我們 這樣打打打 然後有時候又被人擊散 擊散擊到下 那就不小心輸了六場 不好意思 各位 看一看每一場的戰報 2015年就是由我們冠聯的小軒 就對Angel Miranda 這場是大家非常激烈 第一場是我們贏的 然後第二第三場都是輸 就是輸 搞不定對面只是月女 即是不可以同時搞定月女和孤 然後就被人打冥想冥想 冥想營養女就 多難處理 硬被人冤枉死 對呀 第二場呢 就是VGC2016 就是由我去打Tommy Koolin Tommy Koolin也是一個比較出名的 美國玩家 他也是 經常會組自己 獨有的隊伍出來的 這一場呢 我們稍後就會做一個 詳細小的分析 我們會播放那條影片 然後說一下我們 即是我打的時候 會在想什麼 做一個思路上的詳細分析 好 接著就是一七規 一七規就是 混亂的Ivan 就是我 然後就是 對面的Steven 那對面就是 孔的雙程 而他們就是 世界亞軍的隊 第一場呢 我覺得就是 我們輸了結兵 正頭發揮 第一場是壓倒勝 贏 然後又輸了結兵 好像被兵了六個圈 差不多 已經沒有動過 之後 第二場就被人 後髮的 用 眼鏡 可能自己 聽到我的隊 一開始是爛泥怪磨 爛泥怪磨死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後2018年那一場呢 就是由我們冠軍聯盟 的小月 就是打Animus 就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對手 其實本身 你看到小月用的那隊 是小軒 100年regional冠軍那隊 其實本身這隊 打月女是 少少難度的 加上 月女加上 紫劍 其實 芬妮都不可以 硬撓死她 因為有紫劍死她 會鞭死她 就是這樣 搞到月女 搞不到月女 搞不到月女 就完了三場 也是搞不到月女 然後就是 2019年的 U規 這場我跟Ivan都有看 Ivan說一下 那這隊就是台灣的芬妮 對對面的Joey 其實芬妮這隊比較難打 對面的X絕 其實輸的長度差不多 比開頭的差幅代謝 直接壓在血線以後再用 被X找到機會強化 然後對面有月神壓力 就很難打 其實芬妮一定要靠她差幅 才搞到對面的X絕 因為芬妮不能出到Toki 應該說整隊結構 其實都是差幅打X絕 不是 本身可以拖Toketamaru 可能 麻掉她或者Superfan 都可以 麻掉她 但不能出到Toki 對 這個Matchup很難出到Toki 對 就是X絕對 難打 然後就是由 Hugo 對面的Joseph Ugarte Joseph是 蘇丹 又是常見的對手 又是IC級人馬 然後Hugo第一場 是用了9秒9的速度 送了一招給對面 然後GAME2的時候 Hugo突然間 就拍了一些藥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招神跡出現 Hugo 完全壓倒性地 打贏了對面 對面又不是打錯 對面沒有打錯 但Hugo總之IQ300 打爆她對面 一個龍武 對 一個龍武就壓爆了對面 然後到第三招的時候 在所謂的未分勝負 即是未有壓倒性的優勢 Hugo只剩下草鋼和火貓 然後對面只剩下鬼龍 火貓和彈機 然後如果草鋼可以偷多一下 Iron Defense 有機會是可以逆轉性 因為Iron Defense之後 火貓會打不死他 有機會可以反壓對面 但無奈 一空截 變血了 完 然後Hugo就輸了 馬上沒有打 對 馬上沒有打 然後 都是二零規 台灣的劍仔 即是情侶那隊 花貴那隊 對面 炭山的滅哥隊 水盜阿克羅 就是炭山的軸心 然後加上哥德的滅哥 其實兩場都是劍仔用花加蛋機 去接壓對面 而對面第一場是用水盜加炭山 而第二場就是 可能對面 見這個絕神打不到 要改成水盜加 哥德 打算直接滅哥 但還是打不到 所以直接贏了兩場 按著他們打 差不多 好 接著就是第一次打的Jason Jason 因為澳門選手 他第一次參加全球賽事 Jason 雖然是第一次打 但是他的成績已經非常不錯 雖然他是輸了兩場 連輸兩場 但是他的操作 他所有東西 絕對做到滿分 他第一場是壓倒性的 完全壓倒性的 完全壓倒性的 然後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Leave Storm 失敗了 接著就 完 GAME 2的時候 沒有那麼壓倒性 大概7-3-6-4 即是贏面方面 即是未贏完 但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然後又是失敗多個葉暴風 完 不過是Heshton Heshton Heshton 是IC級的冠軍人馬 Hes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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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講 我打的那一場 就是2016年那一場 因為那場比較精彩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都會上載的PowerPoint 就是在Description那裡 都會有我們的PowerPoint 裡面都會有不同場置的Replay 建議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小軒那一場 千軒那一場 以及Hugo那一場 這三場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大家可以看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要趕著盡快 分享到一條影片給大家 所以我們只有時間去分享一條 那...去片 好 好 那接下來這場呢 就是我打的了 嗯 那這場呢 我選用了BigBC 原因就是這隊穩 以來就是... 這隊的來源 其實就是19年Ultra Cry 小軒那一隊 不過沒有火貓那種圖 不是 Ultra Cry 其實是... 已經是再改 這隊本來源就是... 就是WCS2016世界八強 A1Taylor的BigBC 是 沒錯 其實我整隊抄回來的 沒有裝到我自己有改過的 嗯 也有改的 不知道 未跳 那... 對面那一隊有一點特別 沒有想過是對X 因為... 對對面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想著對面呢 都是用對... 一些迫類型的 就是故X 沒有想過是蓋X 因為就是有點被人斬著的感覺 那我們... 看看... 看看... 那... 我一開始都是... 穩固的 月女跟故拉多 因為... 有些什麼事... 首先... 插女一定沒事的 第二就是... 我... 我一隻快月女來的 可以SKILL SWOT 我打算可以SKILL SWOT 那...就算換一隻蓋歐卡 也沒所謂的 那... 然後... 代X吧 對...代X... 我都是提防她的 所以... 其實都是這個位置 我做了什麼呢 我一來的手法算有利 對... 我稀空插 那... 然後就... 開心 就慘了 對... 對... 一隻蓋歐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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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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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已經打不到了蓋歐卡 這個位... 不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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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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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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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沒有什麼可以做 其實... 這個位置... 強不強化也沒所謂的 都是輸的 強... 強一強化 先... 看戲空完以後會不會有贏的 那... 然後... 然後... 繼續... 欸... 又... 對 丟一隻菇上來 好像被人看著我怎樣打 其實也不是看著的 菇是最穩定的 有幾個紅牌一定丟上來 對 紅牌菇真的 整件事好像被人斬了 X6就被紅牌菇抹 然後菇拉多就被水尾代手抹抹 那時候好像已經打不到 其實這個位置已經套得足夠的程度 你知道菇是紅牌 你知道有水尾的話 這個是最關鍵 很貴關鍵 但是我不小心讓對方知道 我們降中是Lunberry 其實這個位置應該這麼棄 但是我想打一打 Koyoka打一打菇 去看看傷害線 我覺得這個程度 都知道 沒有說很需要保留 不過 對 我想打一隻菇 因為 對 菇的內疚其實挺重要 但是 沒有機會被她免 但其實被她知道了 我的 被她知道了我的降中是Lunberry 有點不太好 因為 如果我可以出火 他可以挑捕下來的話 我什麼都做不到 原本都可以假裝防跳根 那 就要看第二場了 第一場就被人編 第二場呢 我記得我那時候想了很多個可能性 因為真的很難打這個Manshot 好像被人倒閉 兩隻神獸都被人壓住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 送神獸的 有想過X圖 但X圖好像都是 就是 經常要讀著菇在哪個位置換進來 然後提放紅牌 好像很煩 所以變成X圖其實 都不是我的重點 我想的 遊戲計劃是 送了一隻古拉多 我想出來的手法是 顧家榮元 顧榮元 我打算送一隻古拉多 因為 對面 沒有可能會直接手法 代秀加康歐卡 他一定是代秀加一隻 另外那隻換走 代秀水柱未來的 送了一隻古拉多 那永遠就騙了那位順風 那永遠騙到位順風的時候 他可以很開心的黑洞 還有一隻就是 也是X圖 對 因為 都要打手 月女和鋼鐘都打不動 所以就變成 尾那四隻 看看能不能打到 其實跟第一波相差很遠 因為第一波 Cresselia和鋼鐘都出了 那可能知道他 水柱尾之後 就沒有辦法 要進水點 對 只可以 搏一搏單車便波台 看看 打成怎樣 對 計劃是 有沒有順利轉彎呢 你這波真的很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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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面也是同樣的手法 對 那這手法真的 看來也很壓制 對面 這個位置有兩個做法 他可以直接圍住那隻Mans 即是 歐加月爆 直接撞開我的Mans 即是不讓我按個順風 那我就會先拿招 段牌劍插進去 X路和代秀會沒有了一半 那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 愈無意外 我會丟一隻X路上來 我丟一隻X路上來的話 可以強行強化 一邊就強化 一邊就插 如果他要阻礙我強化 代秀一定要打我X路 那如果他打我X路 那如果他打我X路的時候 我隻古拉多 就可以一次過插水 對面 那那個Game plan就是這樣 基本上都是 比較進水不阻強化的代秀 反而是 可能是聖風用泳熱壓回速 或者用古拉多斬崖劍壓回血線 而且當時我也是想著 特意送一隻古拉多 就是盡量送一隻古拉多 如果我可以送完 永賢和古拉多兩隻 兩隻一起送完 我會很開心 原因就是 那我就是X路上來 X路加頭盜犬 X路就可以強化 同時不用怕他的菇 因為他的菇用紅牌 用紅牌來解決X路的話 其實解決不了 因為我已經死剩兩隻 紅牌也踢不到我出場 對這個重點 雖然還是蠻青毛 但是 have some 但他有圖圖圓櫈 對 有圖圓圓櫈 所以Game plan大概就是這個 神收大放鬆計劃 然後就開播 很危險的Game 大家可以看看 沒辦法 對面按著我 是吧 那我會估一下 是為了避免的 對 也不想我斷崖插插插一半 也很傷 那我威嚇他 然後他強化 合理 沒什麼可以做 因為如果他直接收血液 他會即輸 這個也是 我丟一隻Spiegel出來 黑洞然後劍武 沒得打 那現在就永遠壓縮 那變成永遠壓縮 永遠可以暴力打 同時對面一定要圍 才圍得死他 對 其實也未必寫 始終威嚇在這裡 X我估計也能打一半 其實古拉多不用追射尾 加上-1應該不會過半 其實古拉多可以很安全地插插插插 基本都是順利壓血線 丟一隻AMOOGUS出來 有點莫名其妙的 不知為什麼丟一隻AMOOGUS 可能想留一個Fakeout來拖遠我上封 這個位置可以順利送力古拉多落牆 送力古拉多落牆有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後手換上天氣 但是最不想的事 算不算是 其實不錯 如果他的紅牌養了X毒出來 我會輸 即輸 他幸好就是養了圖導犬出來 如果養了圖導犬出來 圖導犬在順風之下 不夠X毒快 我會吃X毒一下 然後我可以黑洞對面兩隻 不過實際上你有加速 加速加上封風 應該就夠快了 對 所以是很無益的 原本我的圖導犬要先吃一下 現在那一刻也不用吃 那對面就乖乖乖吃黑洞 果然MOODI就很垃圾 MOODI sucks 對 然後就 是中了 然後就可以高音 為什麼 現在高音 因為我也想先吃到菇 對 菇多要立刻處理 然後我的古拉多 或是X毒 聖謀命中 聖謀命中 那就是懸念武 這個位置 理論上 我應該是刺盾 因為擋他跳 應該也是刺盾 應該也是刺盾 我好像沒有刺盾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刺盾可能擋一下 或者直接等他拍你一下 應該不至於拍得起 我覺得 我最好的玩法 應該是把古拉多 然後直接黑洞 我現在會上 但忘記了我是不是這樣做 幾天前 幾天前 因為 因為他有機會直接打一隻Mans 也會的 有機會 如果他直接打 即是 我Mans的位置 擺明會換人 如果他直接抓我的位置 我就使血了 我動了他就比較穩 因為我單凡 你代手照FakeOut 你FakeOut之後 我下個Turne也可以照動你的 對的 所以 他有機會會 早睡早醒 早睡早醒 不知道他是否這樣做 所以 我記得我好像沒有保護 可能是MISPLAY的 可能是MISPLAY的 那我看吧 沒有保護到 是被拍得很痛的 為什麼不戰手是甚麼 我真的忘記了 可能 可能因為 你真的找古拉多 擋都不是很好手 是的 雖然他在面子 想吸他進去斷崖的Range 可能是 但始終可能 左撞腳 咬一下血線 或者是足夠 不用找幾個擋 幾個擋其實是不好手 不是 他真的要醒 這個位置也是微妙的位置 對面可以擾閃或是月爆 如果對面擾閃的話 一定是廣防順風 一定廣防順風 但問題是 如果對面月爆修永遠 然後寫身撞你的圖頭圈 那就麻煩了 這個其實 也有些獨身位 對面會用月爆和擾閃 他捉不捉你的廣防 我記得我當下 就是覺得他會捉我的廣防 因為Aaron Traylor這隊 也算是出名的 Aaron Traylor的配置就是 因為我也要抄過來用 不如是針盾 黑洞 廣防 以及Craft T-Shield 其實這個位置我打錯了 我剛才的位置應該按尖盾 按尖盾去保護 因為 尖盾了的話 X6就算這個槍打了圖頭圈 我下個槍圖頭圈也可以快 按照黑洞 那一刻想錯了 不過看看他用什麼 X6 很關鍵 如果他這一下 真的按了要閃 我會扔心口 因為如果說防順風 是即贏 但是月爆 所以我這個 反反反反到心是OK的 沒有錯到 還是捉到他 這個位置 升多級速 就結束了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無益 原本我這個位置 上個顧客太多 理論上 他會 擾閃 收到圖頭圈 應該不會擾閃 因為我 沒有follow me 理論上我是follow me 加招插 插 插就會收一個X 代手 打殘 對面不可能 拿一隻開口卡 出來擋 或者 硬擋都應該不會有好處 所以 變相 代手會殘血 寫身撞 看你撞不撞死自己 如果代手對面 射身撞 古拉多 撞死自己 我方便會 顧X 打對面的開口卡 我就會贏 但是 如果對面的代手 射身撞 撞不死自己 他還可以撞多一下 我的X6 就未必夠打完兩隻 現在 就是 有些用大地槽 寒著X6 那樣的血 屠頭圈的人 屠頭圈三級速 是不是一定夠快 其實很難說 如果對面是極速的話 應該不夠快 不過也是 屠頭圈的人 因為以前的屠頭圈的人 都不一定是極速 可能84 甚至A1T1 101 101 那 看看對面怎麼打 好 我想可能他也會提到 他害怕 我覺得這個保護真的算了 對面打錯了 一定是要爆下來 沒辦法 就算我比較快 X6 你只可以撞我 錯了 對 不會錯了 他一定會撞快 對 只要撞快 或者撞早醒 不過我現在升了速 那 事情是跟 另一種過了一點 但還是 幾乎必中 那 基本上事情 就無可挽回了 對 其實 其實 就算 如果屠頭圈不是Buff速 Buff得那麼厲害的話 就 5-5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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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Buff速不成這樣 就很無益 不過 始終 他一直沒有搏 然後 就 弄了一隻 屠頭圈 以前的屠頭圈 然後對面 對面 就 嗯 完 為什麼保護這個屠頭圈呢 原因就是 我這個位置 打算送了X6 然後送X6 然後再把古拉多出來 然後再動多一下 就找東西 其實我還以為他攻擊你圖頭圈 也算是沒有 但是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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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打算 但還是必中的 他現在搞的圖頭圈太相似了 他只可以 鑑三 搞死神獸 對 後面還有古拉多 可以扔天氣上來 基本上 不會有正算 可以同 但是其實這個位 有個位很微妙 我們還未知道古拉多 和蓋歐卡比 比較快 這個 嘗不到的速度 對 嘗不到 其實我剛才那位 換走古拉多 也有一個很詭秘的事情 就是 不要讓對面最快點 因為 這個情況有點重要 不知道哪個快點 對我是有優勢的 因為 月女99%也比對面的角色還快 如果我真的要用你 好像剛剛沒有 剛剛沒有試過 剛剛試過一下 因為 很難比1300 134 對 以此國家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內久 不會結束 對 通常是一百多年 因為那時候代手太大了 怎麼都要練到這麼代手 對 那我們看Game 3 Game 3呢 是不是Game 3 Game 3我記得也是採用一模一樣的Game Plan 因為我對我Game 2的Game Plan都頗有信心 對 我也是想想對面有什麼手段可以提防一套導戀 結論就是沒有 完全沒有 對 除非火准是Lumberry 除非火准是雷魚米 確實是很難對付 不過我就這樣看 如果他帶火准我也開心 他帶火准他隨便帶小另外一隻 帶小隻菇 那我的X6都可以押長 對那四隻都接近菇靈 對 接近菇靈 看看會不會有些神奇的東西 代手有個Raw 或者他揮紅牌 就是剛才他剛好紅牌揮了一個圖導演出來 不是 揮了一個圖導演出來 可能他舉了一個紅牌 揮錯的東西出來 沒有 我現在看的可能是 火准和X3 反而是有得想一下 不過一般其實都要帶回X3 火准和X3不好 因為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選火准或者選X3 你意思是他可以不出X3 對 不過一般都會出X3 對 對 對 我那時候沒想過他可以出火准不出X3 很噁心 其實我也是現在才想到 我看的時候也沒想到 對 那 開播 繼續 送神修大計劃 如果這次 很明瞭地可以約有卡 這個位置在土邊比較快 幸好他那隻比較快 就沒有雨天 如果他那隻慢一點 有雨天在那裡的話 就麻煩了 因為他水煮尾 就寒著古拉多 然後冰光寒著一隻Mans 基本上 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擋 可以下一局的 就算我肯定換東西上來擋 他一個噴水 都是這樣 他應該不會冰光一隻Mans 因為我一定要走人 我走人的時候 一招噴水 基本上都會輸 所以幸好我那隻古拉多夠慢 這個位置對面就輸得八八九九了 對 他開錯了 開錯了 開錯了 我這個位置就順風插 我一定是這樣 對面 對面一定要Fake Out和冰光 因為如果我順風了 屠道犬就壓牆了 那我現在迫著插 然後這個位置 我可以繼續插 他沒有東西可以擋 我只要插 基本上開盡了 可以直接來 繼續開心插 繼續開心強化 基本上沒辦法打 對 只要我不錯過太離譜了 剛才錯過了 我覺得算了 對 這個位置 這隻古拉多有紅牌 所以我的S6 不能直接打 因為 最正的位置就是 X6妖閃 對嗎 對 我要提防紅牌 我想盡量保護 所以我這個位置先保護 給古拉多打一下 先把紅牌摸掉 先看好一點 對 順便就不收走 其實我可以火拳去打爆 那隻古拉多 不過 他打算不死 不過 抽高了 對 不小心插死了 那就完 這個位置 我收走古拉多 對 對 然後順便摸一下 他的紅牌 這個Rage Powder 就不知道做什麼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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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age Powder 絕對是 對 對 對 特地摸一下他的紅牌 然後古拉多上場 蓋歐卡廢武功 對 對 然後塗塗犬又順便加多吸速 這樣 打我一笨 對 第二波是很無益的 第二波 原本是精彩一點 但是 第二波和第三波 都是一個很 所謂 真的很不迫BC 你是想打法嗎 對 不過第三波 其實開錯了手法 我覺得 對 對面開錯了手法 因為其實對面真的沒有 搞我順風之後 後上圖導演這個操作 他只可以搏 就是搏 可以同時收起來 那兩隻 就是 如果他的褲子 如果他的褲子搏到 褲子搏到萬個 那其實 我就會崩盤 我現在想想一下 打BBC大X 其實也未必說 真的很有利 對 可能真的大火準有利 不過 因為始終被古拉多寒 古拉多沒什麼招打火準 對 就是 BBC那裡 算是 可能會改到打 一般都是火地 火地劍武 然後騙順風的話 那我的 黑洞計劃就沒有了 好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是對 對什麼 對 美國西部 對 美國西部 我們下個星期 盡量盡量同樣時間 上載一段影片 更新大家 我們打成怎樣 那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東亞區 今天 第一場 之前不是很不錯 但不是太好 然後第二場 就是真正的小組賽 真正的小組賽 下一場 就是我們 進不進級的關鍵 請大家多多關注 多多支持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